小安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安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書的心得呢 叫做 拜特的幸福劇本 這本書呢其實 我記得滿久了 那可是呢因為 看得有點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分了蠻多天才把它看完的 這本其實有拍成電影 那我本來是想說 看電影跟看書之間很大抉擇 到先看哪一個 因為朋友都跟我講 電影比較好看 然後呢 書很普通 那 我就稍微有一點點被影響 但是呢 這影響其實是好的 因為我就把這本書設定在普通的書上面 所以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呢 其實我沒有對他抱什麼任何的期望 只想說 把書看完之後 然後我想要來看電影 然後大家都說 電影跟書都蠻具有療癒的部分 所以 我這幾天其實都在看派特的幸福劇本這本書 那 這本書其實我覺得有一種很神奇的魔力 我不會講 就是 裡面講 其實一開始講就是派特他是從 他自己認為是鬼地方 從那邊出來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精神病院 那 他從那邊出來之後呢 他的目的就是 他想要跟他的前妻 妮可在一起 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想要變好 想要變好人 想要變健康 想要變瘦 全部都是為了要跟妮可跟他的妻子在一起 可是呢 他的家人 他的媽媽 他的爸爸 他的朋友 通通通都隱瞞 不告訴他 就是妮可早就已經跟他離婚了 他在那個精神病院住了好多年 然後 對派特來說 可能只是幾個月而已 可是 對外面的人來說 他已經在精神病院裡面已經好幾年了 這好幾年呢 已經做了很多很多的改變 那派特呢 會從精神病院出來的原因是 因為母親覺得他一個人在裡面太可憐了 想盡各種辦法 然後呢 去把他從精神病院裡面就是 請醫生開證明讓他出來回歸正常人的生活 希望這樣能夠助於他病情的那個 就是好轉這樣子 這本書我說有點魔力是什麼 其實他感覺看的時候很像沒什麼重點 因為就很像在看派特的日記一樣 那日記寫的就有點像散文一樣 就是很簡單 很輕鬆 不是很輕鬆 很簡單 就是看得出來他的每一天的目標就是 我要變得更好 我要變得更盡善盡美 我要變得更強壯 我要變得更健康 我要變成一個好人 我要個性變得更好 我要把以前不好的習慣通通都改掉 我主要就是 我想要跟妮可在一起 因為妮可跟我設了一個隔離時間 這隔離時間呢 嗯 是我們必須要彼此冷靜的時間 如果我變好了 妮可就會回來我身邊 所以他裡面的每一篇 就很像日記一樣 然後有寫 就是他每天做哪些事情 每天做運動 跑步 吃飯 跟父母的談天 他心裡一直很希望能跟自己的父親有一點 嗯 交集 有一點溝通 那 他父親是個 嗯 是美式足球的球迷 那他們全家都是美式足球的球迷 除了他媽媽除外 那爸爸個性其實蠻暴躁的 我覺得這個多多少少有影響到派特 所以呢 派特在自己自我控制情緒上面 其實我覺得是蠻有問題的 但是呢 他每個禮拜呢 他都會去看他的心理醫生 所以他會把這段這個部分他也把它寫下來 裡面其實很像就是在看派特的日記一樣 就每一篇每一篇 然後包括他自己的覺得 他就是一直在告訴自己 我想要變好 我想要努力 就是 這本書整本就是讓人看完 就是你看到大概一半的時候 你就會希望說 突然心裡會有一個感覺說 啊 希望你可能看到他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他真的在努力讓自己變好 可是大家都知道妮可根本不會回來 因為妮可就是等於是 其實他跟妮可已經離婚了 因為到書的很後面 他才有講到說 妮可跟他離婚的原因 然後呢 他在回到家這段期間呢 他認識了一個女生叫Diphany 那Diphany其實他也是有一點疾病的 那所謂的疾病其實裡面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兩個人其實都有在看治療師 但 書裡面並沒有把兩個人就是生了什麼病 介紹交代的很明白 我覺得妮可 欸 呃 地芬妮應該是有憂鬱症 然後 那個派特應該是有躁鬱症 我怎麼這麼想 所以那時候地芬妮呢 就是 嗯 想了一個 想了一個方法 然後就是 想要打開派特的心房 然後邀他來跳舞參加比賽 然後其實派特從精神病院出來之後 他一直試著要融入人群 試著加入大家這樣子 那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心裡會希望派特越來越好 因為我就覺得他像在看他的日記一樣 越到後面其實 嗯 越到後面其實還蠻精彩的 我剛剛看到大概 一半的時候 後面幾乎就是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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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下翻 因為 感覺沒什麼重點 但是看人家的日記其實還蠻過癮的 所以就是會一直往下看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這本那 其實我昨天才把這本看完 然後 看完的時候已經凌晨三點多了 然後 看完的時候其實 腦海裡面就會覺得 對泰伯特其實充滿了一點 就是同情 然後 其實 結局的部分呢 收尾收得很療癒 我只能這樣講 收尾收得很療癒 並不是說下了一個很完美的句點 但是 也因為他的書名就是派特的幸福劇本 所以他等於是說 派特一直在為他自己的劇本 一直在寫自己的 我的 我的人生 我的劇本 我的戲 我的電影 所以他是一段一段一段的 每段電 每部電影有好的結局 也有不好的結局 那 看你在哪個角度去想他 那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因為先被朋友影響說 他是一本普通的書 所以我並沒有對這本做很大的設想 可是看完之後呢 我覺得 其實還蠻好看的 不會太難看 就是看完之後 其實 再去看電影可能會不一樣 我不曉得電影會把拍成什麼樣子 但是我給這本書至少會給3.5顆星 因為 看 其實 其實作者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筆法非常非常的流暢 我覺得非常流暢 因為 我會一直一直往下翻耶 莫名其妙 就是有一點很神奇的魔力就是 我會一直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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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翻 就是你會 你 明明知道後面可能沒有什麼 但是你就是一頁一頁一頁往下翻 這本書帶給我一種很神奇的魔力 推薦給大家拍特的幸福劇本 如果覺得看書沒有興趣的人呢 就看看電影吧 這本書 I will apologize on behalf of Ernest Hemingway because that's who's to blame here Yeah, have Ernest Hemingway call us and apologize to us, too Pat, you have to have a strategy I hate my illness, and I want to control it I hope you're okay with Veronica system coming over Tiffany and Tommy? Just Tiffany What happened to Tommy? He died Oh, he died Please, don't bring it up Hey, Tiffany This is Pat You look nice Thank you I'll Tommy die What meds are you on? I used to be on lithium and serequil I was on Xanax You ever take clonopin? You ever take clonopin? You ever get the blood? I'm tired, I wanna go Are you gonna walk me home or what? You have poor social skills You have a problem I have a problem? You say more inappropriate things than appropriate things Doc, she's crazy Oh, what the hell? She knew where I was, she followed me Why don't you run somewhere else? Calm down, crazy Maybe she just needs a friend You wanna have dinner at this diner? Pick me up at 7.30 So, how's your job? I just got fired, actually Oh, really? How? I'm having sex with everybody in the office Everybody? I was very depressed after Tommy died Well, you don't have to talk about it Thanks How many were there? Oh, she's a mess You gotta be careful She does a lot of therapy I go to a lot of therapy Am I messed up? I just gotta get a strategy, you know Me too So, there's this dance thing I can only do it if I have a partner I'm not gonna dance with you So, is this the girl you wrote about? You wrote about me? She's funny She is my friend with an F A capital F For a friend What are you so up about? I'm happy Look, I'm my best self today And I think she's her best self And that's a good thing Lost in my mind Lost in my mind Oh,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listen to your father I don't listen to mine But when life reaches out with a moment like this It's a sin if you don't reach back This is what I believe to be true You have to do everything you can And if you stay positive You have a shot at a sober life